观众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 大白花 我是王浅秋 首先介绍一支一节 跟我们一起讨论 选后整个局势变化 以及国际议题的来宾 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 郭正亮 亮哥 大家好 平安 知识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国安会副秘部长 杨永明教授 浅秋 大家好 在几个议题里头 当然除了要 接下来新政府如何阻隔 那么这次选票的分析 那么下一次呢 这一次的战犯是谁呢 都是这几天被聚焦讨论的焦点 其中吴子佳跳出来骂 支持柯文哲的人 就是把八年内的生活 陷入困顿 最可怜的一批年轻人 他痛批是柯文哲 清守害了年轻人的未来 而刘宝洁更是在开票的时候 直接骂了柯文哲 五个小时了 说当然两次老三 难道叫黄珊珊 柯文哲到底知不知道你的状况 如果知道还做出这种宣誓 那不就是欺骗支持者吗 他当然指的是包括民调等等的数字 统神直接说被假民调骗了 听听这段谈话 4年以后绝不投柯 4年以后我不只不会投柯 如果柯出来选 我会全力帮国民党的人站台 4年以后如果柯文哲出来选 抢国民党的票 我跟柯文哲 混账啊 4年以后要赢回国家 你骗得到的票啊 26%的垃圾能够 26% 蛋死了 多少台湾人希望政党轮替啊 我跟你讲 我今天最不晓的是 黄珊珊选取最大民调一定是假的 国民党做4年如果国民党做得烂 就让柯文哲接啊 不是本来就跟这样子吗 不能做假民调骗人嘛 你黄珊珊陈志倩现在出来道歉啊 他在柯文哲那边说打嘴炮什么 4年后赢回国家 你你... 做假民调啊 选出来26% 我今天真的觉得可悲啊 当然同时他的重点在哪里 就是说如果6成投票结果 民意是希望民营党被下架的 所以让他赖清德 变成一个最少数4成而已的 得票处总统 还没有办法下架 为什么 那么统神算不算相对年轻 现在算啊 那他可以支持国民党 之前跟苗布亚杠上 所以国民党要怎么赢回年轻选票 或其他在野党 怎么在年轻选票上面 成为4年后的发展的 争取的目标 来看看 柯文哲在总统票的部分 分析起来 8成就来自于绿营的支持者吗 2成来自于蓝 所以呢 白角局绿德利的选区 这样算起来的话 台北第一选区 士林北投这里是侯汉庭 他算白吗 他是新党 他算是五党籍来参选 那但是张思刚如果加上侯汉庭 票数就大于吴思瑶 原本人也一样 喊自己是五党五派 并不是民众党来参选 不过如果加一加 钟小平加原本人 还是大于吴佩义 但这场选区有点不一样 因为钟小平个人在选区里的仇恨值稍微高一些 那所以呢 以其他的选区来看 像宜兰 陈俊宇 黄真廷 加一加的话 就会大于 黄真廷加陈婉会到过来才对 也是会大于民党的候选人 所以有 其实没有提名的候选人的区块 同样的如果白支持的话 蓝白合作就有可能胜选的地区 比如说云林第一选区 这个大家最惊讶的其中一个选区 苏志芬老县长 居然输给了丁学忠 这个票数差距其实不大 那么所以他 结果丁学忠可以翻盘 或者是够强不会受影响的区域 赖世宝照样当选 就算有张其露来参战 新北第八选区的张志伦也一样 在吴征 邱成远 一起来分票的情况之下 他还是拿下了42个百分比的选票 就算白银有提人选也不受影响 所以像张志伦在地的基本盘 加吴征仇恨值高 那柯文哲扮演的角色 就是足以让蓝军落选的这样的角色 除非像这两个选区是比较强的 那接下来立法院长谁来当 在立法院还有很多的这个 今天早上看到的戏码 还在进行当中 民众党要成为一个关键的少数 影响力最大的 那柯要继续选总统 蓝银的票都要拿才会赢 这也是讲四年后的时候 柯文哲的一个选择吧 亮哥怎么看这一次像柯文哲 被形容是战犯 像吴子佳的说法 或者是刘宝洁的看法 柯文哲因为被 他们认为 他们认为被媒体打压 所以呢 他们就要拿出一些 坦白讲政党民调 本来就没有人在当真 内参 国民党也有登政党民调 朱立伦说侯友宜赢 小营赖清德2% 国民党也有讲过 民进党到开票前两天还说 赖清德渴望45% 最后是40.05 对不对 当然那个 民众党的民调是夸大了一点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是民众党的人 你要巩固你的不分区的民调 投票 事实上柯文哲最后还是比 他的政党票多了60万票 你有什么策略 你除了去夸大自己的民调 巩固大家出来投票的信心之外 不然你就是崩盘了 坦白说台湾这种10天内 不能公布民调的制度 也不一定合理 因为很多国家都让你公布到最后一天 甚至投票当天还在公布民调 对不对 给选民做参考一期 是 选民就是 你要自己去判断哪一个是真的 对不对 我们事实上这个社会公布了 十几种民调 你民众党的科粉 就是只相信黄珊珊公布的民调 那我有什么办法 对不对 所以并不是说社会 蒙蔽了你的资讯 各取所需 你如果说是社会的民调不能公布 只有黄珊珊在公布民调 那你可以去K黄珊珊 可是黄珊珊公布民调的同时 大家还在公布别的民调 为什么大家那么信黄珊珊 为什么大家那么信 柯粉 柯文哲 柯文哲还说要把他的组织 改为耶稣会 他就是有宗教性质 有个人崇拜性质 所以你一个会三会 我跟你讲 只要有个人崇拜性质 有宗教性质的政党 你说如果公布民调 那你的群众就会转向 你别说了 除非教主说我不会赢 请大家转向 教主讲这个话才有用 所以我觉得 打白说国民党没有当选 检讨也不要把假民调 当作重点 因为假民调你自己也有 真正该分析的重点是 为什么侯友宜这么弱 这恐怕才是重点吧 如果不是赵绍康 韩国瑜这样全力以赴来力挺 搞不好侯友宜真的第三名 搞不好这个才是真相吧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 不从这里来分析自己 或者是说 为什么逼得侯友宜 只剩下三个月来做进去 那你前面在干嘛 侯友宜事实上在 去年的一到三月他民调很高 你为什么不趁胜追击那个时候 直接就提侯友宜呢 让他有一个更长的时间 可以到地方去走动 因为他还在任内刚选上 还要竞选 我跟你讲 他如果这样你就不要选 你如果还要考虑 我刚选上 至少我要在任内做半年之后 才能够到地方走动 那你把这个总统选举 想得太简单了 你只有三个月跟地方派系 能够有交情有信任 那你平常在干嘛 就是你如果真的想选总统 那请问你过去这几年 你有在跟地方的人来往吗 就是你总的要去反省的是 你国民党为什么非提他不可 那你提出来 人家就跟你讲说他就是很弱 你还不相信 那最后如果不是赵道康跟 韩国瑜都跳进来 你想一想你会开成什么样子 所以当初人家在讲说 侯友宜跟柯文哲的民调 你真的很弱 那不是假的 你也许可以选赢柯文哲 可是你绝对选不过来清德 这个就是事实 然后你不合就是会输 这跟你讲得多清楚了 那就TK 然后大家来硬撞车 然后现在反省 竟然反手到对手的假民调去了 这个太扯了 没有一个政党这样反省问题的 政党要反省问题就先反省自己 为什么初选不是透明公开 为什么提名拖那么晚 为什么会想到要把郭董整合进来 一大堆问题 我看从这里去讨论比较好吧 坦白讲后来我坦白讲我认为 在死马当活马一决定就是自己选之后 国民党还整合得不错 事实上各方人马都全力以赴了 你也很难说朱立伦有什么不对 地方的派系像傅坤崎 张龙卫 没有朱立伦去整合你 你真的处理得好吗 对不对 你现在还要怪朱立伦 我跟你讲 就是问题一大堆 可是最不该检讨的就是假民调 民众党用假民调干你屁事 我就是要这样玩 我就是宗教 他就是宗教 就是个人崇拜 他就是这样的党 不然怎样 不然你也弄一个 有这种号召力的一个候选人出来 对不对 兵哥 我是觉得民众党用的假民调 要骂他们的应该是支持民众党的人 对 会投国民党人表示你没有相信这个假民调 不就这个意思吗 像我从来就不信 不 统神可能转向 没有 其实统神我跟大家讲 他根本就不可能投柯文哲 他一直他是故意的 他甚至他自己都在讲 他在直播的时候自己都在讲说 会流民调 他正在直播会流民调打来 他还假装说我29岁 所以我觉得统神是在做效果 但是重点是在于 民众党自己要去检讨 你们这种激励士气的方式 下次还能再用吗 还会有人相信你吗 因为上次台北市长选举已经用过了 对 已经用了一次了 那这一次又再用一次 然后柯文哲嘴又太秋 在那边讲说什么 什么选举结果出来之后 就知道谁没穿裤子 对 那现在谁没穿裤子 你自己没穿裤子 所以柯文哲当然也很贼 昨天人家问他的时候 他说这个我还没有时间统计 你们媒体去统计一下 给我个表吧 对啊 我觉得讲这种都没意义 但如果现在大家是要各自检讨 各自的问题的话 那我觉得那个是民众党 自己去开始检讨的部分 那国民党自己就要去检讨 你到底是怎么弄的 弄到 其实这场选战一直到 11月24号以后才开始 不是吗 因为之前蓝白盒是在 11月24号最终破局的 分手了以后才开始 所以你们自己本身 把自己搞成这样 那我也必须要去提醒 国民党跟民众党 你看你们这边表演就很清楚了 就是如果是蓝白盒的区域 就算是本来具劣势 都有可能会赢 那如果是蓝白分裂了状况的话 本来有机会赢的都会输掉 那我提醒一下国民党 这是这一届 那民众党这次一下拿到 300万的政党票 下一届提名可就不是这样了 他一定会提名非常多人 他光也不用到四年后 他下一届县市长 还有那个议员的时候 他就会提名很多人 那请问一下你们怎么接这个招 那个时候可不会有什么 蓝白盒的问题 恐怕民众党是遍地开花 那请问你怎么去做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应该 不用去找什么谁是战犯什么的 这些都没意义了 战犯找出来又怎样 我请教一下民众党 就算民众党现在也认为 黄山是战犯把他干掉了 对共民党的好处在哪里 也没什么好处 民众党 你看这次得票就知道 民众党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 都是比较偏向支持率 你觉得他真的会跟你走在一起吗 大概只有某一些议题的合作而已 那未来他绝对是你的竞争对手 所以你要想想看 未来可能很多选举 都是这种撒卡都的状态 你到底要怎么去赢过其他两个人 我讲个比较那个一点 张志伦那个选区 还好幸亏无真不够强 他真的本身太弱 不然的话张志伦会输 因为其实这个邱承远打得还不错 他拿到四万多票也不简单 现在也蛮晚才决定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只要你想想看 只要是蓝绿旗鼓相当的 白的推出一个 不要太差的候选 蓝的大概注定就要落选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请问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真的觉得 国民党自己要去好好思考 这一次虽然靠了某一些机运 在国会成为最大的党 可是问题是 国民党内部凸显出来问题太多了 你这些问题如果没有解决的话 不要忘了年轻人还大部分是支持民众党 四年之后你的年轻人更少 请问一下你怎么办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 国民党要痛丁失痛 这一次我们不一定要要求朱一伦下台 因为朱一伦有做了失误的地方 也有做得还不错的地方 我讲塞话 像刚刚亮哥讲的那种整合 我觉得这一轮非常奇怪 他在大家都骂翻天的时候 他突然之间神来一笔 就做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整合 那也是很强 可是问题是他的其他的一些 包括当初为什么会把郭总找来 你初选到底内容是什么 你们是怎么决定 国民党有没有办法去改正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都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这些东西没有办法 把党内心结解开的话 你现在随便找几个战犯 好 杀鸡紧猴了 接下来呢 下一次问题还是一模一样 不会改变 而且国民党是越来越老化 这样是对的方向吗 所以我真的拜托国民党 要赶快去痛定思痛 不然的话 未来你的竞争对手 只有越来越可怕 就是说不能再一直指 补破网 那网先不能破 先要把网给好好的补好 把制度先建立好 这才是现在的当务之急 否则很快 除了立法院选举之外 马上又有两年后选举要来了 大家知道 台湾的政党政治走到今天 其实是一个分水岭 也就是我们从过去的两党制 因为通常总统制度之下 两党制比较普遍 但是现在已经很清楚 要走向三党制 至少到28年之前 如果说28年 还是有机会的话 这个三党制 蓝 白 绿 我觉得会继续下去 你要习惯 不再只是一种蓝绿思维 基本上蓝 白 绿 三角的这种 就是政党政治 我觉得已经成为定局 我很好看到有人讨论赵少康效应 赵少康效应 我觉得最大的就是 把整个国民党基本盘 在蓝白切了之后 完全地拉回来 然后在媒体的呈现上 11月24号 完全不会逊色于 绿营或者是柯文哲 因为赵少康的关系 事实上他到后来 还有一点相当地自我克制 毕竟他是副手 可是赵少康效应 还是没有办法改变什么 这个结构性的因素 什么结构性的因素 我觉得很简单 很多人不喜欢绿的贪腐 很多人也不喜欢蓝的老化 很多人也不喜欢 在现在的这个氛围 两岸跟中美关系的氛围之下 很多人不喜欢中共 这些人其实被 柯文哲所吸引 尤其是年轻人 他也没有提出什么方案 只不过在不喜欢的情况之下 不喜欢绿的贪腐 不喜欢蓝的老化 尤其看到侯友怡的出现 的这样一个过程 以及他本身的这个条件 还有整个党中央的 这些策略 所以这些人就看到了一个 认同的就是柯文哲 那这些东西会不会改变 我要讲 我觉得朱立伦主席做得不错 但我觉得他应该辞职下台 真的 政治要第一个关键原则 是责任政治 如果是政府的话 你的政策不行 你就要下台 政党很简单 政党比政府在责任政治上 其实更直接明显 今天你如果选举这个大选 你输了 你就要下来 欧洲的政党如此 日本的政党如此 全世界政党都是如此 政党已经变成一个选举的机器 那现在特别是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结构性的问题 国民党的老化 那其实你用再怎么样多的策略跟手腕 别人只不过是把它看成另外一种宫廷 或者是密室政治 你要有一个结构性改变 不管是蒋万安 卢秀燕 他代表的是新的世代 然后新的论述 已经做过两次 输过两次 作为党主席的朱立伦 我觉得功劳很高 对国民党 但是呢 作为政党的责任政治 大选输了党主席换人 是很正常的民主政治当中的常态 而且现在是国民党 真正能够刚才前面两位讲 危机作为转机的 最重要的核心的关键 所以 稍不让作词